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只因一场大雨过后 河面上原本破旧的几段桥板 早已被冲得无影无踪 失去了痕迹 导致当地的人们 每次想要出趟村子 都不得不摸着石头才能过河 极其的不方便 考虑到村里老幼的出行安全 于是 今天女人便打算自己动手 在眼前的这片河流上 修建起一个直通两岸的长木桥 好方便大伙日常的出行 不过 和之前不同的是 女人这次并没有在以前的原址上进行修建 而是另外寻找了一个地方 再距原址大约一两百米的距离 另行修建了起来 只见女人先是在两岸扯起了一根贯通河流的线绳 确定好了桥体的具体位置后 并开始在岸边 用竹筒构建起了一个三角形的外框 这个外框是女人接下来用来修建桥墩的 关系着整个桥体结构的稳定 所以女人处理起来 也是格外的认真 每搭建好一层后都要仔细的进行敲击 以使其足够的稳固 就这样搭建起四五层的高度后 女人才暂时的停止了下来 开始拾捡起了河岸边的石块 并丢在竹矿的里面 这样在将竹矿的内部给填满的同时 也大大提高了整个桥墩的重量 使其更加的稳固了 不过这还没完 接下来女人还会再穿插进一些竹筒 在跋升桥墩高度的同时 也可以继续填入石块增加重量 直至到眼前这样的程度才算可以 考虑到河流的宽度和桥体的跨度 这样的桥墩女人要修建的远不止一个 所以也是相当的耗费时间 女人从白天忙到夜色降临都还没有弄完 第二天又忙活了一阵 才算是彻底的将所需的桥墩 全都给修建了出来 紧接着女人又拿起一根竹竿 进行现场的比对后 就可以根据这根竹竿作为参照 在河岸的不远处 对着大批的竹竿进行切割加工起来了 女人先是将竹竿两端超出的部分 给依次的进行切割去除 然后就可以在切割好的竹竿两端 用砍刀做上简单的标记 再用工具分别的在此处凿击出贯穿的孔洞 由于这些孔洞是接下来用来 将一根根加工好的竹竿连接固定起来的 所以这一步就一定要加工的好一些 等所有的竹筒全都加工好后 再一根根的扛到桥墩的这里摆放起来 每一个桥跨都需要摆放上三根 来作为桥体的纵向支撑 为了支撑能够更加的稳固 在两端的孔洞内 还要用一根厚实的竹片进行穿套连接 如此将两端全都给敲击解释后 就可以继续下一块的搭建了 虽然这一步看起来有些简单 但要把加工好的竹筒 给一根根的背到河里 女人还得一烫烫的烫着差不多挤腰的河水 也是十分的不易 看到这里可以的话 请您为女人点上一个免费的爱心支持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了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等将所有的支撑都给铺设好 并将对岸的土坡清理出一条土路后 女人便又开始拿着木板 在支撑的上面摆放装钉了起来 这一步虽然简单 但想要摆放的简单到位 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就这样女人边测量 边摆放装钉的一阵忙活 很快桥板的铺设就已步入尾声了 如此精湛的操作 真是让人佩服呀 怎么样 对于女人修建的这座木桥 满分十分您又会打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 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只因当地的雨季马上就要过去 原本湿热的气温也开始慢慢的降了下去 逐渐出现了一些凉意 意识到寒冷的时间马上就要来临了 为了将家里的几只小猫给照顾好 于是女人便专门从镇上的一家汽车修理厂 逃来了几只二手轮胎 准备用这些轮胎 给小猫们修建出一个可以舒适生活的小窝来 只见女人先是用一根长竹片将三个轮胎固定在了一条直线上 然后就可以沿着轮胎的圆周 等距的在固定上几根长竹片 使其形成一个稳定的圆柱结构 这一步对于女人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 只需摆放并绑扎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女人还会扯上一魂铁丝网 沿着圆柱的表面裹缠上一圈 过程中还需用铁丝将其与竹片绑扎起来 当然铁丝网接口的位置也要一并的绑扎牢固 如此一个可以挂灰的圆柱结构 就彻底的被女人修建了出来 至于剩下的两个小点的轮胎 也要进行差不多同样的操作 至此就可以推来一车石斗倒在这里 然后再来到附近的沙堆 缠起一鲜鲜的沙子 等用沙子装完整个推车后 就可以推回去 轻倒在距离石斗不远处的地面上 就这样轻倒上两车后 就可以停下来拆开石灰 准备水泥沙浆的搅拌 到这里就可以在地面上的几道浅沟里 产倒上沙浆 刮抹平整 准备用石斗砌柱起来了 因为这里是准备砌柱好后 用来放置圆柱结构的 所以也不用砌柱太高 只需砌柱到眼前的这种高度 就可以将大的那个圆柱给放置在上面 然后再通过一头在圆柱的里面 涂抹起沙浆 过程中女人还会根据位置的不同 分别在铁丝网的里外进行涂抹 中间需要开孔的部位 女人也会用剪刀进行剪接 从而预留出门洞的位置 就这样一阵时间的忙活下来 先前的轮胎圆柱除了两头都已被涂抹好了 接下来再在旁边弄出一个小土堆 继续放上另一个小的圆柱 再同样的磨起回来 至此就可以继续推来一个轮胎 放在土堆的上面 用木锤进行一番夯实了 然后再将轮胎里面的土面 用水泥涂抹起来 考虑到小猫们的进出方便 女人接下来还准备用石头 在洞口气住起一道斜坡来 怎么样 这样的女人是不是很赞 可以的话 请您为女人点上一个 免费的爱心支持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了 随着水棚管线的即将连通完成 小猫们也终于是要有一个 温馨舒适的效果了 怎么样 对于这样的女人 满分十分您又会打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